歡迎來到跨界大英家 我是盈廷 今天我們來到南台灣的高雄 如果你是喜歡BMW的朋友們 今天一定要鎖定我們的節目囉 因為現在盈廷所在的位置 是號稱全台灣最大最新最豪華的 BMW展示中的 我現在鎖定的位置在高雄前鎮 這裡是范德新生5S全功能展示中心 今天節目要接受兩個開箱解任務 什麼任務呢 第一個任務就是帶大家好好來認識一下 這個展示中心 三月份開始試營運 裡面到底有多厲害呢 第二個任務就是要來認識一下 裡面有很多的狠角色 狠角色你在哪裡 不會是你吧 Definitely 你很狠 你怎麼在這裡 我在這邊恭候銀行姐大駕 這個地方聽說蠻厲害的對不對 對 這個厲害 我跟你講 它是耗資超過7億 光佔地就有4650坪 大概八分之一個高雄中央公園那麼大 高雄最大的公園中央公園 對 它佔八分之一 而且它是5S的旗艦 據點含這個服務展示中心5S 它包含了B&W的服務展示中心 對 所以原廠的這個保養園 全部可以來這裡 都可以來這裡 對 都是初步開箱 可是我只是今天不是 我帶了三個帥哥一起下來嗎 怎麼可能要理你啊 你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一樓迎接你嗎 為什麼 因為我資歷最淺 就是標示我最年輕 真的 資歷最淺 其他的長輩在上面 我們去找他們一下 他們在哪裡 黑底哥 哈囉 是 去年有參加這個 范德所帶領的這個 八系列的海外試駕 主要是試駕雙門車 和闖鴻車盤 但是因為時間非常接近這個 所謂現在這個 4Door Coupe的上市時間 它帶我們造一個 一米的小空間 做VIP式的小車 而且安排了這個 所謂時尚攝影師 讓我們跟這個八系列 4Door Coupe合一 時尚攝影師 就要擺出時尚的姿勢 不過這一個 燕民的好像略有研究 略懂略懂 你真的是找到沒考的 要時尚 你一定要站在車頭 三分之一處 然後略微傾斜 雙腳交叉 來 咔嚓 有嗎 有時尚嗎 我們今天有重要任務 好不好 我們先去忙了 還有一個我們的好朋友 童哥呢 童哥那個 親手男童哥 他在那邊貼真 因為他最近剛買一輛 M2 Competition 所以他覺得展示車的輪圈 比他的車帥 他神奇是不是 所以他在貼真 那我們趕快來找童哥 童哥在那裡 M2 Competition的車主 我在看M4 是 不過這台紫色紫 也太漂亮了吧 沒錯 它是限量750分之一的 其中一台 M4 Heritage版本 Heritage還不是一般的M4耶 沒錯 是特殊版 而且是三種顏色 就是編到有三色 紫色 藍色跟紅色 紅色 對 然後這台紫色最漂亮 你看上面的碳纖維 多好看啊 沒錯 而且你看那個Carbon 車內的Carbon 是不同顏色交錯的耶 對 就是三色的 M4的這個代表 而且你看750分之一 限量的果然不一樣 這個椅子看了 我都想把它拔回家 不是 我們今天 只要這麼厲害展示中心 我們要把它化成成我們的攝影棚 我們現在就上工了 走 幫幫幫幫幫幫幫 就等了 我們今天來到了 這個是高雄泛德新生 這是5S全功能展示中心 我剛剛逛了一下還沒逛完 超級大的 那我們現在這個區域呢 聽說是Luxury Class的區域 既然我們也把這個地方完整的包裝成攝影棚 也非常歡迎我們有20來位的這個 競賞團朋友們加入我們 歡迎我們三位車上 我們先請入座了 我們今天開下的任務就在我們現場 就是BMW的2 Series Grand Coupe 要講到Grand Coupe 我記得以前我們都講說房車有便利性 雙門跑車有帥氣 可是這兩個很難堅固 淤與熊掌 可是當這兩元素巧妙的結合在一起之後 Grand Coupe就變得在市場上 是一個很競爭白熱化的一個產物了 那你要講到BMW的話 我如果今天要來重頭戲 這是剛加入我們的胜利軍 4月25號才上市的2 Series Grand Coupe 這一台車坦白講 它在BMW我覺得是意義重大 因為在整個房車裡面 算是所有該有的評價全部都給好給滿了 對 我們從Grand Coupe這個系列來講 最早有這個4系列的Grand Coupe 再來就是我們所說的8系列的Grand Coupe 也是頂級款 但是為了市場的廣大跟銷售量的擴增 所以後來又出了這個我們今天的主角 所以2系列的Grand Coupe 第一個出門款166萬的基本款 再來就是有加了這個M Sports配備 限量100台的這個179萬的中間 也再來是頂級的現場看到的 這個M235 X-Drive的Grand Coupe 因為我們看這個汽車的設計 其實是希望就是說 不要那麼呆膽 原來的雙門車原來的四門房車 很中規中矩而且有了 那車廠如何在這個新一代的這個消費的面向中 有一個年輕化的趨勢 甚至說這個所謂我們講這個鞋背浪潮 就是把這個四門車做得像雙門車一樣 那Grand Coupe就是依照的這個邏輯 但是我們也要想就是說 像這樣子把雙門變成四門的演變 會不會影響乘坐空間 那這點原廠其實也有考慮在內 後座其實有一定程度的空間 不是要像以前只是說 只做一個外型出來 對於空間來講是不夠用的 今天就是走實用化跟所謂 跟BMW的這些運動感相結合 所以創立出這個Grand Coupe系列 那應該說它是獨特的一個新的系列 應該說也很新奇也很稀有 那等於說這跟你們買一般的標準型的 四門的BMW又不一樣 現場這一些眾多的鑑賞團們 他們擁有的BMW數可能比我吃的米還多 因為很多都是車主喔 所以等一下可以開放各位提問 我們現場四位也剛好都是BMW的車主 我如果再看這幾年 我會覺得BMW企圖性還蠻強的 以小車來講的話 一個一個一個的其實產品力全都到位了 路面車款我們一般來講都是 所謂小型先備車以前的E系列當入門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因為SUV的盛行 所以那個X1 X2的加入 再來就是防車化的這個2AT 再來就是應該說一路的演進 都是希望說在這個小型的市場中 還是歸小 但小型中又能夠借有機能性 等於它是一個兼容的 我們以往這個我們的年代 在買這個很帥勁的車 都是希望兩個人帥氣就好 那現在大家的趨勢走向重樂樂 要一起同車有四個朋友可以出遊 所以我覺得目前這些發展的趨勢 都是以這個所謂的 應該說獨樂樂不如重樂樂的方式 但是又有兼顧這個小型中 又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間 所以這樣子的演變 讓這個所謂BMW的入門車系 可以有一個很特別的方向 對那就以我們今天現場2GC好了 我覺得因為我們現場另外一個主角 這叫負與子 8GC也在現場 如果以德克心頭好當然是8 對不對 你是8 童哥 2 真的假的 8的話要我再年紀大一點 不要再當親熟男的車 你現在已經很熟了 年紀更大才要到8 你的人生目標是這樣 Eddie哥就是8的車主 這個路線 沒有我就是很欣賞他的設計 像我做夢夢到一個好朋友叫阿德 阿德他在他家裡各處都採了很多小豬鋪滿 當他把每一隻豬都砍了之後 發現唇一唇 8還要有遙遠的距離 但是2GC他買得了 純屬巧合 我覺得阿德 你知道 對我知道 我走走的時候都看到你朋友阿德 阿德 後來阿德 我們來看這台 2 Grand Coupe 對 坦白講我覺得2GC 這台車光照射下來 你會覺得線條是非常非常迷人 你要說Grand Coupe 等一下看它後面超美的 其實坦白講我覺得2GC 它對我來講就有點像是 小家碧玉的那種女生 就是它的那種氣質婉約 會讓你覺得有一種清新脫俗 那8感覺就有點像是 而且你知道 在我們烈心的光頭 陽光照射下去 今天這裡的線條跟這個顏色 你會發現它真的是一台很動人的 叫跑車 對 就是Grand Coupe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翻譯成叫跑車 因為雙門是跑車 四門是轎車 它等於融合了跑車的造型 但是又兼具房車的實用性 對 而且我一直覺得 新世代的8它算是 B&W進入未來的一個設計風格 所以2GC 它其實某方面融合很多像8的元素 對 比如說它的水箱護照 它往外拉寬 那搭配它的陰眼頭燈 而且這是LED的 LED頭燈有個好處就是 它的照射距離大概都有300 300公尺就是你油門一百 開始出現的時候 它吃素 對 大概都已經超過150 它的這個 臉狀式的水箱護照 它算是M235的一個特色 而且還有包括它的赤灰色 赤灰色很好看 然後專屬的M Performance的一個 就是等於它一個特徵 對 然後包括它的空力套件 而且它的空力套件是有學問的 不是說讓你看起來霸氣就算了 就是當你在高速撞崩的時候 它的氣流會從這個氣壩 把煞車的餘熱導出 而且它的軸距 你看這台SEDA 它的軸距是2670mm 它等於是利用四個輪子外張 再加上它比較低寬圓的線條設計 你看起來會覺得它的躍動感比較鮮明 而且它還有平整式的底盤 就是你高速行駛的時候 它會底盤跟路面形成真空 它會產生吸附力 所以你晒的時候 更貼地喔 你會覺得更貼 就是它的速度感很鮮明 而且你開的時候 你會覺得底盤變得更沉穩 再來就是它的輪圈 因為它是M Performance 它等於是專屬的18吋的胎圈 而且你知道它的煞車也是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藍色的卡鉗 就是光視覺看你就覺得很爽 因為M Performance它會有一種優越感 而且它還用了跑車懸吊 這個跑車懸吊跑在哪兒 就是它阻尼經過調整 就是很嚴密地調整 它的高度降了10mm 10mm是1公分 不會太低 但是因為它要兼顧你日常的使用性 不然有時候 你如果譬如說我舉例貴婦開這個 我要去逛百貨 對 你心裡也會這樣 也有朋友會質疑說 跑車懸吊覺得很重 其實沒有 它算是Q刃 身為一台轎跑車 它有一個重點 我覺得很重要 一定愛無窗框 對 有窗框好像驚起味 對 無窗框你會覺得更灑脫 尤其在開門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種 嚇趴的感覺 這一台車我覺得最漂亮的是 你要從車尾45度角去欣賞 從這裡往上看 對 你就知道什麼是轎跑車 因為它光吸住 都跟人家不一樣 對 它是斜肺下來 然後搭配極短的車尾 對 我覺得這個地方最迷人 最動感 就像我們欣賞 一個身材很好的女生 你如果曾看她屁股 就覺得好像就是 怪怪的 還要搭配它的曲線 對 它這個小尾翼 我特別喜歡是 它一般的尾翼就是一條 一條那個 你看它是兩邊 然後這樣活風式的下來 然後再搭配它新世代的尾燈 會讓你覺得很立體 對 而且它的光條在晚上特別漂亮 而且光是這個寶桿 還有孔洞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分流器 你知道它的尾管 它的口徑 剛好90mm 這個90mm 也是有照它的比例去衡量的 它不是說 隨便規劃一個90就好 因為設計師覺得 這樣子的視覺效果是最完美的 大家想不想聽 德哥拿出最厲害的 碳膠本領 口徑 快點 它可以炸到306皮 就是發動以後這樣 我知道因為今天 雖然這天氣比較暖 稍微稍微 你先把引擎蓋打開 我先把引擎蓋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台車應該說 連我這種小綿羊路線的 嬌嬌女 我開我都覺得它挺刁鑽的 而且我還能駕馭得好 因為渦輪增壓 它的它已經算是輸出算很棒了 因為2.0公升 電力平均1公升 它已經超過150匹的馬力 我知道大家聽我這樣講一定很好奇說 欸 那 這麼一款看起來性能很好的車 它聲音是怎麼樣 好 我們熱烈早就歡迎導航上車 對 我們就直接吹了 大哥德 請出動你的右腳 好 我聽到 我要跟大家透露一個黑科技 喔 是 一般靜止的話 你即使熱車靜止 它大概到4000轉 它會有保護 但你把動態穩定系統全解 你會再揉到紅色 然後再搜尋聽它微管的藍爆聲 那因為我們這個是完全冷的 對 現在摸過冷冷 所以它等於要稍微 窩明1分鐘 所以我們就大概發一下 但是你會發現我在搜尋的時候 它微管還是有一個清澈的藍爆聲 謝謝德哥的分享喔 我先問一下在場的各位 因為我們剛剛講BMW那麼多車 你有體驗過 不要說2GC 就2Coupé 有試過2Coupé 或家裡曾經有過2Coupé可不可以舉個手 來來來有請有請 2Coupé有試過嗎 有試過嗎 有試過2Coupé對不對 或家裡有對不對 我開啊 你開2Coupé啊 漂亮來來來來來 既然開過你 坐駕駛座喔請 來 童哥我們到副駕 是裡面的氛圍 哇 有沒有很新的感覺欸 很不一樣 你家裡的那一台車是 M2C啊 M2C 喔 這童哥是車友喔 對 所以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儀表版的部分 就是跟我們之前的 完全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10.25寸的中央螢幕 還有這個Infotainment的部分 全部都是新設計 而且這個跟新的X5 3系列 還有8系列 全部都一模一樣 所以雖然說是2系列 但是它完全沒有打折扣 包括它的控制 包括它啟動 現在都在這邊 不用在這邊找 然後呢 它的排檔感 也是全部線控 而且這邊也有無線車充 加上那個Apple CarPlay 整合起來 非常漂亮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個飾板 很有質感 Carbon的感覺 對不對 類似Carbon的感覺 對 類似感 但是它有氣氛燈在裡面 所以它還可以 你看像這邊有藍色的 它還可以改成不同的顏色 據說有6種顏色 對 透過中間的控制螢幕 全部都有 而且換檔撥片 也是很漂亮 而且這個方向盤 握一下 握一下 可以握 感受一下 對啊 直接抽 然後這個鑰匙也是最新的設計 對 這個漂亮 對 比較薄 而且 而且我最喜歡的其實就是這張椅子 有沒有 這張椅子其實非常漂亮 而且我們第一次看到在哪 就在Z4的跑車上面 那現在235就有了 這個還有幾皮的 加上縫線 然後中間又有科技布 都會弄髒 最重要就是 這個旁邊 試試看 很包覆 就是 那種賽車座椅的感覺 而且 它這次是標配嗎 標配 而且它有氣 氣 氣沖 所以你的這邊 都可以調整 我們玩車的時候 因為那個機質太高 一般會只近一點 對 對 就是這個腳要踩錯 平常開車的話 會說往後一點 所以這個做起來 妳看 完全撐住 對 它這個 我會害來害你 對 不是最 最 不是同意 不是同意 同意以外 就是這個 沒錯 腰部的支撐很夠 所以 我們在過山路 過山道 或什麼 機業吵架的時候 這個就挺不錯 對 而且妳看 它的安全帶 也是M的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 我們直接坐到後座 嚴格說起來 如果你曾經有 家裡有過2Coupe 不是2Grain Coupe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有一點巧妙的 空間變大的感覺 我不知道 問完大哥 你覺得怎麼樣 大很多 我說大很多 對 這個妳看嗎 我現在是我 正常開車位置 它這個 一個拳頭以上 超過一個拳頭 超過10公分 超11公分 而且它有 兩個USB 喔 後面有兩個USB Type C 它是設計給三個人做 對 它可以坐到三個人 你看那個安全帶 就知道了 對 它西部空間比2Coupe 多了33mm 對 那椅子有往上調 你覺得嗎 有比較高一點的感覺嗎 好像高一點 對 好像多了12mm 因為我們只有坐後面 所以比較高 因為他都在開車對不對 謝謝王大哥 謝謝 2Grain Coupe 因為它的 你看這後面這樣下來 我覺得Coupe 就是很容易吸引人 因為它就像跑車一樣 對 那這個車 我既然要講它叫叫跑車 那它就真的要能夠 把持住跑車的元素啊 德哥這台車 就曾經出去消費過對不對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買2Grain Coupe 你不如就直上M235 除了你整個視覺感 還有我剛才說的 你的優越感會比較鮮明以外 它操控其實會讓你覺得很特別 但是它的M235呢 它是四驅 你在惡劣的氣候下呢 你會覺得信心度比較好 尤其它要搭配跑車懸吊 18寸的胎圈 而且它四驅系統很聰明 就是它在極限的狀態下 就譬如說好我舉例 我們在高速的時候 它因為要省油 所以它可以維持百分之百前輪動力 那後軸甚至是0 但是我們今天如果下大雨 或你在跑山路的時候 甚至前面可能有些路段是積水的 它動力會馬上抽送到後面 後輪 它會變50比50這樣過水 你會覺得很窄 而且它打滑的那個輪子 只要一打滑 它會把其他的動力 抽送到其他的三個輪子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後軸 它有一個LSD 就是它會防滑 那就是說等於你在不同的路況下 你開 你都會覺得很過癮 那你甚至開的 覺得我已經適應這樣的動力 你甚至可以有時候 在安全的情況下 比如說山路啊 比如說賽道 你可以把動態穩定系統 它有兩段飛鏡 又要關是不是 你先按Track Track模式就是說 它可以容許你比較高的極限才介入 所以整個開完 就是那個熟悉它的動態表現 你會覺得這一台車雖然小便 但是很流暢 其實雖然它是一個四驅的設計 但是BMW還是盡量的 想要讓它擁有一些 之前BMW二Coupe 或者說後驅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過彎的時候 其實就算你在極限的時候 如果你收一下油門 放一下油門 可以感覺到那個尾巴 會稍微的帶出來 就像德哥講的 就是會把你的轉向不足解決掉 但是又不會像 很多人開BMW 跟我們講就是說 這個動力很大 但是我覺得說我好像 隨時要失控的感覺 就是你控制得了 你掌握得了 手握得了它對不對 沒錯 2GC已經是勞固樂趣了 8GC呢 德哥 今天這一台840 其實也很漂亮 因為我們現在來看 瘋之灼絕的親手女 你剛才說成語嗎 瘋之灼絕 就是很有韻味 對 這一台車會讓你覺得更修長 而且你會發現 它的眼睛其實很殺 而且你知道它的這個 一樣是LED 可是它的重型燈 它在晚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散發一種 它的水箱護照 搭配它的造型 你就會覺得霸氣 而且會讓人家有一種 充滿鮮明的侵略感 其實它在配置上 剛性上都很講究 這一台車等於用了很多 超跑打造的元素 首先你把車門打開 你可能看不到它的 你要再把後門打開 就把衣服全部脫掉 對 在B柱這邊 中間 你就會發現它有一個 就寫在這裡 因為為什麼 材質厲害在哪 就是說 一台車它在發揮它性能之前 它必須要有很好的車體剛性 才能夠把它的底盤的懸吊優勢 發揮出來 但是同時又兼具輕量化 這套複合材質在7系列上 是減了 那在8系列上呢 其實也超過100公斤 就等於你可以藉由這樣的優勢 然後避免動力被 就是車重把動力給稀釋掉 那還有一點就是 如果你是 就是重置引擎的擺設 它有一個優點 它一定是50比50的配重 那50比50就是說 它的轉向會比較中性 就是你開快的時候 你也比較容易去掌握它 不用怕推頭 也不用怕後面抓不住 甩擺 對 然後就是等於 你藉由這樣的過程 去享受它的駕馭樂趣 直接現場聽一下 有 它可以噴一聲 對 但如果你今天來的是 M850 X-Drive 哇 不得了 它搜油真的會 對 而且它只要一開SPORT按鍵 它後尾管的閥門打開 整個人的那個毛孔 都打開了 寒毛都豎起來 接下來呢 想問問在場的大家 如果您家裡有8系列的車子 可不可以舉個手 我這位漂亮的女士來一下好了 請上車 來 不對 應該要幫忙護一下頭 不過這個是沒有窗框的 我覺得好特別喔 因為我們把窗框放下去之後 後面這個還留著耶 收進去感覺怎麼樣 很舒服 它這個後座其實你又可以 等一下可以上車體驗 就是它這個椅背 有一點腕型 像一個腕一樣 你坐下去的時候 你的身體的重心會往後靠 尤其這個椅面呢 其實是有一點上揚的 尾端上揚 讓你這個人有一點把重心 往在屁股跟背部之間 再來是它因為有一個半凹型 所以它跟一般的豪華車不太一樣 就是這個車因為 我們會開快 然後在這個所謂的山路上 或者是轉向比較大的時候 後座容易被甩來甩去 但是因為這個後座的有一點半碗型的設計 它可以把你固定在後座 其實有一點加速的時候 反而讓你這個 應該說加速度把你往後撐 這樣子你就會固定在椅子上 我看我坐進來嚇一跳 因為它真的是凹進去的凹面 所以人是自然的躺進來的感覺 自然的坐在這個凹線 所呈現的一個重心後裕的現象 好像有人抱你的感覺 對 就是後面有個人這樣 很溫柔的 撐著你這樣子 哇 陷進去 然後因為它是正式座啦 你有沒有覺得很有尊榮感 有 就感覺好像前面有司機的感覺 在歐洲的基本規範裡面 就是高級車 高級轎車都是正式座 所以後座中央會有一個 有一些設備 有一些出風的 還有這些按鍵 而且還有兩個Type-C USB 也在這 超方便的 兩個獨立的出風口 哇 就是坐後面就真的是 總裁夫人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跟Eddie哥來到前方的駕駛座 坐這裡來感受一下 我是疊錯進來的 是 因為 巴西列其實已經脫離了一般所謂的 所謂的 所謂房車的設定 它是有點叫跑車了 BNW向來這個方向盤的 應該說比較肥大 對 永遠的厚實 你可以伸出你的雙手緊握著 然後這樣子來做執行操控的動作 第二個我們看到 你看巴西列它有一個水晶排檔頭 再來就是一樣 全系列的把這些操控的功能 都放在中扶手的位置 讓你可以很清楚的來操作 就不用像在駕駛座 駕駛後面來找東西 對 再來就是它的 iDrive 7.0的這些 這些顯示幕都在最高底 就是我的眼角餘光 往右下瞄 我就可以看到這些操作的部分 BNW在這邊 它把這個音量鈕 就做成了這個所謂旋鈕式 對 再來是這個冷氣的操控 開關也是按鍵式 傳統按鍵式 這部分就是要讓大家快速的達成 操作的時間 對 而不會說像觸控一直選擇 一直找功能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BNW在設計上 有考慮到實際上的效益跟安全性 所以這兩個部分都做成實體按鍵 對 所以我覺得是也是說 在這個所謂科技的領先之中 保有一些這個安全的優先 用實體按鍵的方式就是 對 這個開起來是真的很嗨的 彭哥就愛不釋手對不對 其實呢 我們除了850的Grand Coupe開過以外 其實我們連Coupe都開過 就是雙門跟四門開過 那我們就會想要說 這樣會有差別嗎 雙門當然很帥氣 但是四門的Grand Coupe 其實開起來一模一樣的帥氣 而且它開起來很奇怪 就是說它車身5米 但是呢它開起來真的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它Carbon Core的設計 就是說 為什麼叫Carbon Core 因為它其實控制了該有的地方 該硬的地方我就用鋼 該輕的地方我就用碳 所以它把對的地方 放在對的材質 所以裝起來 整部車開起來重心就降低 所以你不會有那種 我開了一個好像兩噸的車子那種 擋或大型房車的差異性 就在這邊 搭上它的這個動力 530匹馬力 其實開起來就 隨心所欲 其實真的有M5的那種感覺 M5 Condition 因為它的四驅X-Ride 是完全後驅導向 對 當你要打滑的時候 它才會往前 所以德哥可以甩尾 我就沒辦法甩 這個M850開起來 就是真的會讓你覺得 不像一個大車 不像是重拖的 會讓你覺得是很輕巧 很好駕馭的對不對 這個車有很多面貌 第一個你可以輕鬆開 就是我悠閒的開 不用太急促 但是我也可以很 應該說我要發揮這個車的力量 用極限的方式開 它也能夠做到 所以你買一個車是兩個個性 那再加上它第三個就是 因為它屬於這個Luxury的等級 所以它的用料 材質 跟這個所謂的高級感 又跟所謂的性能 性能應該大家都會有一點趨近 但是高級感這一塊 這個8系列其實做得更好 更高級 所以就是說 你一個車變成有三個面貌 可以悠閒的開 可以快速暴力的開 然後再享受它的高級感 不管它有幾個面貌 到而燕民的手中 都只有一個面貌 也沒有啦 也沒有 其實我覺得這台車 好玩就是說 我坦白講 其實我們也很享受 開超跑那一種 就是引擎很高高 就是那種 好像要把空氣撕裂般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跟你講 就是 這一台車如果你開著 然後你朋友開超跑 我覺得它會很驚訝 因為它這樣 啪啪啪 很專注的說 我頭暈 你怎麼還到我旁邊 你會有一種中心的感覺 你沒有被人家扒掉就對了 這一台車就是快 但是你又可以氣定神閒 就真的跟GD跑車一樣 很悠閒的去開它 它有主動後輪轉向 主動後輪轉向的優點就是說 它可以消底側向硬力 主動滑差調節 它會自己去針對路況 去分配它的驅動力 就是讓四個輪子維持最好的驅動力 所以它530匹 雖然聽起來好像沒有很大 可是我說真的 這台性能真的不亞於超跑 如果你把動態穩定系統全解 就像我講的就是 我在出彎的時候 提早出彎 就是方向盤盤回正的時候補油 它不會拖住 它就是整個抽到後輪 它屁股就開始甩 可是甩它不會失控 因為它是4G 我剛才提到 它在搭配它的後肘LSD 你就是屁股剛才帶出來的時候 你突然又覺得前輪的牽引力 它又把動力抽50%到前輪 又幫你拉開 所以你會覺得 哇這台又華麗又好玩又安全 針對這兩台車大家有什麼問題 開放大家來問一下 如果是以M235 目前的動力數據表現來說的話 如果還有改裝的空間 車評大哥會比較建議 還是說想要去改裝 或者是添置它哪一個設備 建議會換成一個更高性能的輪胎 或者甚至於把從現在225加到235 因為我們Focus都已經235了 我覺得這一部絕對可以 235的輪胎 然後它會 會讓這部車的性能 這個操控更昇華 請說 聽完各位講完 M235這一部車之後 你就要問車價了嗎 沒有 沒什麼感覺 快要了 我想知道的是說 跟我們就是 聽到BMJB 這個當家的小鋼炮M135 這車不管是從它的底盤 配置 模組化 價位 聽起來都滿像的 對這兩部車的看法是什麼 其實基本上 他們兩個是兄弟 只是 因為它引擎 不管是引擎還有模組 底盤 四驅系統 其實都是一樣 但是外型的不同 就會帶給你在駕馭的 心理的感覺上不一樣 因為M135它基本上 它是要強調它就是鋼炮 它就是一台鋼炮 一樣是四驅的鋼炮 而且以306P來講 它們都可以算是超級鋼炮 但是你換上這種 Grain Coupe的樣子 第一個 它的後行李箱打開 它還有430公升的容積 我們剛才開玩笑說 可以放兩個銅鴿 因為它有兩個夾層 下面還有一個夾層 其實基本上 實用性就不一樣 還有帥度不一樣 但是至於駕馭樂趣 也會因為你的功能取向不同 所以給你的心靈感覺 也會有一些差異 好 今天我們人 在高雄 從伴德新生5S全功能展示中心 現在這個位置 還是在Luxury Class的地方 我們今天來開箱 兩台厲害強大的車 那最近市場上 到底還有哪些新車呢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喔 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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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